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日本和南韩政府去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 日方表达歉意还拨款约新台币三亿元成立基金会照顾南韩慰安妇 条件是南韩不再提起慰安妇问题 并且撤掉驻南韩日本大使馆前纪念慰安妇的少女雕像 基金会日前在首尔成立遭到维权人士抗议 除了高喊守护少女雕像 更谴责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法律责任 反观台湾慰安妇已经从原有的58位凋零到剩下3位 日本政府却始终采取漠视态度 未解决南韩慰安妇问题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和解季府 为基金会日前在首尔成立 但首届理事会就遭到部分抗议团体干扰 与警察爆发冲突 目前南韩政府认定的前慰安妇 共有238人 只有40人在世 基金会理事长陈信女子大学名誉教授金对玄表示 基金会不会让大家失望 但不满的南韩大学生以及抗议人士闯入记者会 高估口号挥舞旗帜 谴责日本政府回避问题 拒绝承担法律责任 在混乱中金对玄遭到一名男子喷洒不明议题 造成脸部受伤送医治疗 日本与南韩政府2015年底就为安妇问题达成协议 日方表达歉意并提供10亿日元 约新台币3亿元设置基金会照顾慰安妇受害人 基金会人员表示 大部分前慰安妇都赞成基金会的成立 能协助他们恢复名誉和尊严 治疗心灵创伤 装设综合报道 走进款厂办公室里 气派豪华的摆饰和收藏 这里是印尼电信集团董事长王志雄的办公室 莫大的空间里很难不注意到 桌上摆着好几座关公神像 信奉关公十多年的王志雄说 当他生意越做越大 风险越高时 明明中能感受到关公的保佑 王志雄笑称他不是富二代 而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凭着当初借来的钱创业 从无到有 王志雄从手机处置卡 跨足手机通路商 一手打造电信王国 如今拥有1亿5千万个用户 成了印尼最大电信营运商 这一路走来除了信奉宗教信仰 王志雄说还得要勇敢地去做梦 每次我做梦 什么时候我又应该做到一个level 做好 我要positive thinking 我看我的朋友我成功 我要写他怎么样会成功的 每个人有一个梦 如果没有梦就会做 不会做到大 也是flap 王志雄透露经商秘诀 强调有信心 创新及耐心就不难成功 他也说目前印尼电信市场 深具潜地 政府也力推手机用户 升级至3G和4G 他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企业 到印尼投资 增进合作机会 中央设计者周永杰仰家达报导 摘心是许多厨师的梦想 日前新加坡米其林指南公布名单 台湾出身的名厨江振成 在牛车水开设的餐厅 荣获二薪殊荣 成为台湾第一位摘心名厨 中央设计者前往他的餐厅采访 看见他在厨房内专注的空调 掌控每道食材的美味 对他来说永远有比米其林或是世界排名 是开心心的 今天不管我们的米其林 或者是世界五十大的名次上升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不会因为上升或下降 来决定说我们到底做的好还是不好 每一个餐厅都应该要自己的一套哲学 江振成在新加坡的餐厅 外观是白色洋房建筑 2010年开幕 餐厅内部的墙面上可以看见 短短六年也获得多次国际肯定 全球五十大餐厅评选 年年榜上有名 而且名列前茅 他的经营理念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也就是他常提到的八角哲学 让用餐经验充满趣味 我希望把就是极致的餐饮概念 变成是你们的最简单的方式 不是要让它复杂化 我觉得我尽量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像我们菜单只有八个字 那这八个字代表八个不当的概念 然后衍生出八道菜 江振成对摘心抱持平常心 坚持给顾客最好的品质 也期许自我突破 而他也将成功的经验 多次分享给友谊加入这行的年轻人 他观察最近几年 很多年轻人投入夜市 有许多好点子 如何将这些创意变成更好的平台 传承台湾味道 可以作为年轻人思考的方向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中央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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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加达为 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巴西里院奥运即将揭幕 中华代表团也已进驻奥运选手村 三号参加选手村升旗仪式 看着中华奥会会棋冉染上身 选手们兴奋之情写在脸上 其中田径选手向俊贤得奖心切 还在心中模拟获奖升会棋的小剧场 蛮特别的 因为也想要自己赞颁奖台上 然后有升会棋的感觉 就是会努力 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因为毕竟第一次参加奥运 然后参加这种升旗典礼 我觉得还不错 那希望比赛赶快到来 其实还蛮喜欢来参加这种升旗典礼 因为就可以看到各个国家 不同的文化 然后他们用舞蹈 或者是用其他表演的方式 来展现他们国家的文化还有活力 中华奥会代表团总领队陈士奎 准备了台湾最具特色的 原住民独木舟 以及有中华奥会标志的围巾 赠送给选手村村长 象征共创美好的未来 中华队选手抵达里约后 已经把握时间熟悉环境 为了争取好成绩做最后的训练及调整 另外国际奥会3号宣布 棒垒球 滑水 空手道 滑板以及竞技攀登 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正式比赛项目 其中棒垒球自2008年北京奥运后被踢除 12年后将重返奥运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 李宇正 李约热内卢报导 文化部率领国内300多家出版社 或马来西亚吉隆坡 参加为期10天的海外华文书试 一共展出超过2万次书籍 中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在开幕式表示 希望透过参展让台湾和马来西亚 在文化文艺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与拓展 今年尤其特别的是 我们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它就不光是在贸易跟投资方面 也包括了文化文学这个领域 所以这次的书展可以说是 呼应了我们整个新南向政策的一个精神 文化部今年邀请了四位台湾不同类型的作家 随团参展 包括蔡时平 吴明毅 庄祖仪以及陈英凡 张继平指出 台湾文学 影视和流行音乐 在华人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这次以三重奏的方式 让大马民众经由音乐和电影 更了解台湾的文化深度和魅力 中央社记者郭朝和吉隆坡报导 带您聚焦5号到21号即将登场的里约奥运 全球上万名来自超过200个国家的选手 同场较劲 精彩可期 本届中华代表队共有58名选手 角逐18项赛事 包括举重 射箭和跆拳道等项目 更是夺牌重点 想收看奥运期间中华健儿的精彩表现 锁定中央社网站和全球视野 我们将带给您第一手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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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